嘻哩哩,我是抓马 随着剧情发展越来越快 今天我们两集连看哦 美孔第一季,谋杀屋第八第九集 话说薇薇看到了初代房主一家的照片 笃定见到的女人就是明媛 她自己也不敢相信有鬼存在 反而是女佣和应该知情的瘦柔大妈 耐心地安抚起了薇薇 另一边,不知道自己死了的明媛 总是在这个房子里哭哭啼啼的 小三看不下去了 她找到明媛,戳破了真相 她告诉明媛 她们都是被困在谋杀屋无法离开的鬼 但同时也在这里面得到了力量 可以随心所欲在房子行动 并且选择性地在活人面前现身 明媛意识到自己一直这么伤心 是因为失去了孩子 她的执念就是拥有一个孩子 小三知道薇薇怀了双胞胎 她蛊惑明媛和她一起抢走一个 她已经计划好 要把薇薇赶去精神病院 说干就干 小三利用做鬼的优势 制造灵异事件下薇薇 一段时间下来 薇薇被莫名其妙倒下的东西 似有似无的声音搞得神智不清 她怀疑是吃药产生的副作用 和女佣说着自己的疑惑 薇薇现在唯一可以敞开心扉的人 也只有女佣了 女佣心疼薇薇被鬼魂折磨 又碍于说破真相 只能暗示性地告诉她 不要怀疑药物 这房子真的有鬼 在女佣的鼓励下 薇薇叫上女儿准备连夜离开房子 可两人刚上车准备离开 之前被小护士杀死的谋杀俱乐部的两个人 在车上陷了身吓唬他们 本来还是吊吊东西 小打小闹 这回真的看到鬼了 薇薇被吓得不轻 她忽然意识到 当时和自己啪啪的橡胶人不是丈夫 自己是被迷奸了 得知事情的丈夫赶回屋子 她却认为薇薇精神状况出了严重的问题 应该送进精神病院 丈夫向感大的警察阐述了意见 作为出轨的一方 丈夫的话本来应该没那么有用 但明明和薇薇一起见鬼的子罗兰 却在关键时刻否定了她看到的东西 亲手将妈妈送进了精神病院 原来子罗兰终于和泰特 弥补了万圣节海边的遗憾 泰特害怕鬼魂的事情被世人知道 而失去女友 鼓动子罗兰隐瞒了真相 时间退回到同性恋人做房主的那一年 小胡子为了挽回出轨的恋人 买了橡胶衣 只是没想到恋人不好橡胶这一口 衣服便被丢到了一边 而在万圣夜 穿着橡胶衣杀死同性恋人的 竟然是泰特 再到六个月前 薇薇一家刚搬来谋杀屋的时候 这一天薇薇被橡胶男强暴了 强暴完薇薇离去的橡胶男缓缓摘下头套 竟也是泰特 原来泰特一直想帮助明媛得到一个孩子 原本打算领养小孩的同性恋人吵架 决定分手了 他便杀死了他们 以迎接下一任房主 而强暴薇薇 也是想他能够怀孕 给明媛生下一个孩子 但是人和鬼真的可以结合吗 薇薇到底有没有怀上泰特的孩子呢 我们赶紧来看下一集 1947年 谋杀屋还是个牙科诊所 这天一个身穿黑裙子 头戴洁白大莉花的美丽姑娘来牙科救着 这个出道好莱坞 怀抱明星们的穷姑娘并没有足够的钱看牙 只能和牙医做羞羞的交易 结果这一做竟然断气了 害怕的牙医把姑娘拉到地下室 遇见了初代房主外科医生的鬼魂 医生分尸了姑娘 牙医则把一丝不挂的她抛尸郊外 姑娘竟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了头条明星 人们叫她黑色大莉花 回到现在 微微被送去了精神病院 丈夫便重新住回了谋杀屋 这天两个警探上门找丈夫 其中一个是小三的姐姐 小三来洛杉矶以后就失联了 姐姐自然怀疑起了丈夫 就在丈夫与色之时 小三若无其事地出现 打发走了姐姐 还一副会等你爱我的样子 对丈夫申请告白 经历了这么多壮鬼的事情 丈夫没以前那么不淡定了 而且发生了一件更让自己心烦的事情 妇产科医生告诉丈夫 微微怀的两个孩子 检查出来是属于两个不同男人的 丈夫猛然觉得头顶一片轻 亲亲大草原 丈夫故作镇定地来到精神病院 她根本听不进去 微微说什么被橡胶男强奸的事情 冷冰冰地告诉微微 要让她在精神病院生不如死 丈夫怀疑负责房子安保的骗警 可微微有一腿 却被骗警狠狠地质疑 她作为丈夫是否真正聆听过妻子的声音 这一骂 丈夫倒是清醒了不少 她第一次认真拒绝了 又想趁虚而入的小三 并且开始回忆微微所说的橡胶男的事情 丈夫在家里找到了 本该被自己扔掉的橡胶服 意识到误会了微微 再次面对女佣的诱惑 她毫不心动地只是说着微微的事情 女佣在不再有色心的丈夫眼里 变成了老年的样子 小三不仅在戏弄丈夫 还一直勾引着其他男人 康妈的心欢小白脸 也在遛狗的时候被小三约了一发 康妈误以为情人是和子罗兰偷情 愤怒地准备找子罗兰对峙 对谋杀屋里的八卦了如指掌的女佣 告诉康妈找错人了 还顺便说了泰特强健微微的事情 使儿子为宝物的康妈 震惊地找到泰特询问真假 泰特只是不断重复着 不要告诉子罗兰 确认儿子的确强健了活人以后 康妈崩溃大哭 与此同时 小三又和小白脸偷情了 但偷完情后的小白脸 还是想着要回到康妈身边 小三再一次输给了老女人 无名火起 把小白脸给捅死了 外科医生和黑色大梨花出现了 例如当年把小白脸疯了尸 打造成了男版大梨花 并借烧烧男之手 抛尸野外 不知道情人死去的康妈 还曾经在儿子干的坏事里 战战兢兢 找到通灵师询问 鬼魂是否真的可以让活人怀孕 通灵师告诉他 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 人类生下的鬼胎 必将引发世界末日 这两集里 丈夫终于开始认情现实 女佣在他面前变回了老年的样貌 这是不是说他已经改邪归正 断了色欲呢 而好男友泰特的形象可谓超级大反转 这个谋杀物的小魔王 到底还有什么样的过去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集吧 求留言求弹幕 求留言求弹幕 求分享求关注 求分享求关注 哦哦哦 哦哦哦哦 好